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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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者 李宗盛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魁亥丁氏秉申 吾虚 这是一个女命 然后他是在说 他今年是己亥年 己亥年 这次有四亥冲 这个对他到底好或不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我们先以天干来看 以天干来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 火生土土克水 火生土土克水 在这个大运里面 你有发现到土来生金 金来生水 所以天干因为这个大运的一个庚金 他变成是一个连续相生 本来受伤的癸水 这时候他就复活了 复活了 他的天干受伤的官运 第一个 回复了 第二个 我们来看看 他原本这边四生一合 造成虚土克害水 但是我们会知道说 虚土生生金来生害水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的一个地支的官运也同时复活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 他原本天干地支的官运全部都是不好的 因为这一个庚生大运 所以让他整个全部都复活 那一复活起来 他的官运就全部都变好 所以 来讲 原本最弱的官运 他就全部都等一下 一次性的复活 他就要好好的把握这一段时间 不然的话 这一种八字本身桃花会很弱很弱很弱 桃花会很弱 他要趁这时候好好的去把握 当然今年为己害 己害 来讲 那只是更加望他的什么 害水而已 更加望他的害水 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很多人很喜欢就是缝冲 就碰 就觉得会很可怕 缝冲就不好 可是在这一个八字里面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的冲一点问题也没有 因为从头到尾压根就没有这个东西出现 所以有的时候 各位你要了解一件事就是说 不要一听到和就很好 一听到冲就很差 其实冲在五行派里面 他顶多使人算是一个克 冲等于克而已 那一样他只要有五行流通 他都可以解冲 他是可以解冲的 例如隐身冲 来一个止水就好了 就变成金生水 水生木就过去了 所以冲在五行派里面他是不看的 没有这一个东西 所以五行派里面他只看河 六河 五河 天干五河 地之六河 生 五行生 相生 过来克 五行的相克 他用的基本原理就这三样而已 并没有把冲带进去 因为冲会等同克而已 冲会等同克 所以来讲 不要凡事就很直觉的 逢冲就不好 逢河就必定好 没有 甚至有很多情况会相反过来的 很多情况会相反过来 所以一切还是依照五行流通的一个状况去看 而不要用直觉性的去判断 那假如是这样的话 对不对 跟你生肖六沖的 那一定都处不好了 跟你生肖六合的一定都很好了 可是事实上就不是这一回事 所以各位 不要用这一种简单的方式 就来批论八字 所谓的八字是要年、月、时全部都要具足 然后包含大运流年 整体一起看 才会知道 你现在的一个状况是属于什么 因为时间是一体性的 你不能够单单在本命 本命的时间就只有你出生那一刻 你现在又不是在那一刻 你现在的人就是处在这一个八字 在这一个大运 还有这一个年里面 这个才是你现在的状况 所以一切都要以整体去看 而非单一论点 这一点各位要清楚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